大家好,我是小梗 啊,这些战斗机怎么呢? 怎么都挤在角落里 呀,你们怎么和小狼打起来了 难道你们知道小狼会伤害我 天呐,一击嘴就把小狼干掉了 你们太厉害了 选择你们作为我的保镖 真是明智之举 当然,作为我的保镖 我又是建筑小门手 你们懂的 我要帮他们建一个豪华家园 既然有了战斗机的宝物 那么关包包蛋的炸弹猫 作用就不大了 拆了拆了 这笨小狗,真是私立尾 有用的时候就垫起来 没用的时候就拆掉 什么嘛,你这个臭梅子都什么 我拆掉又不会把材料扔了 之前又有小伙伴说 我的炸弹猫有点丑 作为进驻小门手 真是很丢人力 所以啊,这次拆了 一方面我就不用再去收集材料了 另一方面我可以重组一只 更威武的炸弹猫 顺便用来做战斗机的家园 我这可是一举三德 叫什么势力鬼呢 哦,原来也是拿着收集材料啊 大蓝虫 我,我才不是大蓝虫 你再说,你再说 我就带着战斗机去你家 啊,不要 收两只都不行吗 小气鬼 我回家再热热了 哈哈,这小梅子就是鸡软怕瘾 不管他了 反正炸弹猫都被我拆完了 现在呢,我就用这些材料 建一只更威风的炸弹猫 嘿嘿 这下小梅子就不能说我什么了 开工开工 这次我打算建一只小黄人战斗机 用黄色羊毛把鸡脚先搭出来 然后棕色的羊毛作为大肚子 战斗机的肚子比较强壮 大概就这样子啦 接下来,继续用黄色羊毛搭建上半身 哒哒哒哒哒 等等,一只类似小黄人的战斗机就出来了 是不是很可爱耶 嘿嘿 最后,再用白羊木围囊把中斗机围好 好嘞,带上变蛋箱 去请战斗机围家了 哟哟哟哟 你看,他们还整整齐齐排着队呢 多么有纪律性的保镖啊 我就带几只过来就好了 剩下的几只就保护这边区域的稳定吧 出来吧,我威风的保镖们 头顶小黄罐 身披黄色藏衣 真是帅呆了 改天,我就带你们去小梅子家参观参观 让小梅子知道你们的厉害 小伙伴们,你们说好不好呀